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勾好这28个辨子针了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刚开始勾的第一针的这个针眼里面穿针 连接一下 穿针进去 然后勾针 勾住线 拉过来 直接带到后面线圈 这是一个引拔针 这样连接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面勾 先勾一个辨子针 好 勾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在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先勾上一个引拔针 就在刚才我们穿针的这个地方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可以把这一针做好标记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在第二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把线有一个横在上面勾起来 把线拉过来 然后把这两个线一圈并在一起 这是一个短针 短针用字母符号X表示 接下来我们勾两个中长针 我们看一下中长针的勾法 首先用勾针绕住线 然后在第三针里面穿针 拉线过来 这个时候勾针上面是有三个线圈的 拉线 把这三个线圈同时钉在一起 一个中长针就勾好了 接下来在第四个针眼里面 再勾上一个中长针 中长针用字母符号T来表示 勾好这两个中长针之后 接下来我们连续勾六个长针 我们看一下长针的勾法 勾针绕住线 在第五个针眼里面穿针 拉线出来 勾针上面有三个线圈了 好 我们先把前面两个长点的线圈 并针并在一起 再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是一个长针 接下来我们再勾五个长针 绕住线 在下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拉线出来 并针 再并针 好 接下来再勾好四个长针 长针呢我们用字母符号F来表示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六个长针 好 勾好这六个长针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再勾两个中长针 绕住线 穿针 拉线过来 并针 再勾一个中长针 勾好之后接下来勾一个短针 然后再勾一个引拔针 好了我们这一半就勾好了 接下来勾这一半 和刚才勾好的这一部分呢勾法是一样的 先勾上一个引拔针 然后呢勾上一个短针 接下来两个中长针 六个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勾好之后接下来两个中长针 然后一个短针 最后呢一个引拔针 这一部分就勾好了 勾好之后我们再做标记的第一个引拔针针牙上面穿针 横着这样穿过去 把线拉过来 勾一个引拔针这样连接好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面勾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每一个针眼上面都勾上一个引拔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穿针拉线过来 勾上一个引拔针 就这样勾就可以了 把这一圈全部勾好 就这样一直勾到最后 勾好之后 我们先不要连接 把线拉长 我们用缝和针来处理一下这个地方的收尾相接 大家看一下 跳过第一个引把针针眼从第二针的位置穿针 然后在最后一针的这个针眼的位置这样穿出来 就这样连接好就可以了 线维不用剪断 就这样留着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在这一面再对应着勾上这个相应的针法 先从第一针的这个位置穿针 把线重新带入 还是对应这个针法去勾就可以了 短针对应勾短针 中长针对应勾中长针 把线直接这样勾住 带过来 线维压住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在第一个针眼里穿针 勾上一个引把针 接下来一个短针 两个中长针 这个针法是对应的 什么针法对应什么针法去勾就可以了 把这一部分勾好 勾好之后呢 再和这一侧一样勾上这个半圈的这个引把针 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把另外的这半侧勾好 好 姐妹们看一下 我们这一部分勾好之后呢 是这样一个形状 两侧呢都留有线尾 不用剪断 就这样留着就可以了 好 这一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勾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飘带的部分 起针方法和刚才的起针方法是一样的 先打一个线圈 那么打的下面这个小线圈呢可以不用拉紧 把它当做是第一针 勾针穿到上面来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针 勾针绕出线 拉过来 这是第二针 刚才打线圈的是第一针 这是第二针 我们先连续勾好二十个变子针 好勾好这二十个变子针之后 我们还是先勾一个变子针 接下来倒着往回勾 把变子针这样翻转过来 看着变子针的里删除去勾 每一个变子针的里删除都行着这样一根线 我们去挑这根线作为针牙的部分 每一个变子针的里删除都有这样一根线 首先在第一针的里删除穿针 勾出一个引拔针 然后接下来 第二针勾上一个短针 第三针一个中长针 接下来勾四个长针 每个针眼里面对应勾上一针 这个针法呢前面我们都有讲到过的 再 Gonna 一针 1针 2针 3针 4针 好勾好之后 接下来是勾一个中长针 然后呢一个短针 最后一个引拔针 好,一半就勾好了 接下来勾另外一半 先勾一个引拔针 然后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四个长针 然后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最后一个引拔针 好,这一部分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在这一侧再对应着勾好 先勾一个变字针 还是什么针法对应什么针法去勾就可以了 引拔针对应勾上引拔针 然后短针对应勾短针 中长针对应勾中长针 把这一半侧对应着勾好 好,姐妹们看一下 一直把这一半侧勾好之后 把线拉长 最后我们用缝合针来处理一下这线维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在第一针的位置穿针 最后一针的位置 这样穿针穿出去 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呢 在反面把这个线维藏一藏 那么多余的部分呢 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小飘带的部分也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飘带和上面的一部分连接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已经勾好的 左右两侧都留了这样一根线维 直接把这飘带放到里面去 然后呢 把这根线这样缠绕过来 把另外一根线从相反方向缠绕过来 然后呢 在背后呢 这样打一个线结 拉紧 然后呢 再缠绕一次 然后呢 再绑一个线结 把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地方呢 可以绑一个死结 这样的话呢 不会脱落 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主体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剪断其中的一根线 剩下的一根线呢 我们用来缝合这个胸针的部分 把这线尾呢 给它直接藏到这个里面去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主体部分就算完成了 最后呢 我们再用这根线呢 来把这个胸针缝在背后的部分 用我们家里的缝一针去缝就可以了 把这样一个小物件 缝在这个背后 直接在孔里面穿针 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缝合过程 固定好就可以了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固定在这个衣服上面 或者是包包上面 都是非常漂亮的 多固定几针 这样的话呢 不会脱落 那么千万注意不要扎到手 好了 固定好之后呢 直接把这个线尾剪断 好了 把这一部分固定好之后 我们这个整体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妆视频 就这样完成了 好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